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国祥 以及野老村夫 上次呢就是我们谈到 微拍的火爆 到什么程度 很多人呢都问我 我今天呢再顺便 讲这个四条屏 再把这个火爆程度呢 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这个微拍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形式 可以到画家的家里 来这个拍卖 所以说省去了好多的事 咱们看这四条屏 在我的这个墙上 已经被摘走了三次了 这是第四次 画完之后 拖标方框之后 又重新挂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些微拍公司 这些小伙子 小姑娘来到你家里边 这个挺热闹 拆墙 一喊就是拆墙 一个是拍卖你的这个 书画你的画的这些 是吧 因为画家家里边都有那种 粘子墙 往上边用吸铁的东西一吸 画的画的 拍的也都比较好 但是呢 这个好像这个买家 大部分买家 这个藏家的更喜欢你画家墙上挂的这些作品 可能认为是比较精 这个事实上呢 也的确如此 如果说这个画的不好 他也不会往墙上悬挂 这个呢 就是第四次了 弄得我心里边 说实话 觉得挺麻烦 每一次来 基本上我墙上的画 全摘空了 你说摘走之后 整个四面全空 好一看 这种感觉就没了 尤其第一次拍我画了一张很好的罗汉 第二天起床 再一看 每天我和罗汉呢 要打个招呼 尤其走到那一定是打招呼的 一看没了 我的眼泪呢 哗着一下子 就掉出来了 因为时间挂的比较长了 有感情了 所以说 罗汉呢 现在也是 总之也是第四次了 就这么情况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四条平 依然呢 是春夏秋冬四季 这个 比我们第一次的家大了 这个尺寸 我觉得虽然说房子低 但是挂的一些大的 长条 还是漂亮 一个是物的显得高 再一个呢 显得有些气派 所以说 我们看这个四平 这个属于山水范畴的 是吧 这四条平 春夏秋冬 这个中国画 真的是有标准的 而且呢 这个历朝 历代的这些大画家 他都是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这个丰富 里边的这个内容标准 不断的在增加标准和高度 比如说 傅宝石先生 他的山水画 大家都看 说这是宝石村 你看这个村法 是傅宝石先生发明的 是吧 叫做宝石村 实际上呢 我呢 是专业搞鉴定的 傅宝石先生 他山水画的特点 就是藏风聚气 这个画里带风 所以说 对中意境 不但高瞄 而且符合我们大自然的风水原理 很了不起的一代大画家 所以说呢 我对傅宝石先生的这个画作呀 研究的可能是这么多年了 应该是几十年了 他的画不但藏风举气 而且呢 人如仙 他的对人物的刻画 跟我们常人是有区别的 也就是人如仙 山藏风 或者叫做山带风 藏风聚气 很符合中国的风水学 这是他很了不起的 对中国书画的一大贡献 所以说 我们看按照他的标准要求 按照他的这种画法 当然说 我只是体验他的这个 精神的东西 但是我的画法 是肯定不能跟他一样 否则 我就是个爱好者 我不能算画呀 这个所有的画风 符号 都是笔性特征 都是我个人的明显符号 都是我个人 这个创作和发明的 我们看这个小人物的刻画 是不是高适 这种干净 利索的这种 超凡脱俗的感觉 有没有 我是努力的在往这方面做 努力的来做 这个河塘 这个河塘 这个是夏天 是吧 咱们看这个河塘 老先生 往这个石头一坐 看这个荷花 这个柳树 远山 远山 这个小鸟 这个都是大血液的这个画法 我们看 就即便是山水也没有诡异 顶多有一些简单的村法 这就是中国大血液 山水不管你是人物山水花鸟 它都是这个要求 看的就是一个笔墨功力 而且线条不能乱 一乱气就乱 一断气就断 所以说中国画的标准 为什么可染先生讲 这个疫情是中国画的灵魂 它这个灵魂就在于你的 笔墨功力产生的灵魂 那么这里边的意境 完全都是你新型的写照 是你新的安放处 而不是说写生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误区 你把他说写生的话还会 写生的话 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 都是垃圾 不可能学它 为什么呢 这个中国画 那么我们看汉唐时期 那跟着皇上秋游 或者是夏游 或者是春游 它不是拿笔的 都墨距于心 由心里边这个消化之后 放到纸上 它才出那种意境 所以说心里边 这个祖教消化之后 出来的这些作品 那才是高标的作品 也就是说 你写生是用你的心 撞击大自然的灵魂 把他的灵魂和你的心 揉到一块 扔到纸上的产物 这才是高标的划 而是高于西方 他的这些学说 不知要高标多少倍 什么这个写生的话 之前都是乱讲 都是西方的 烂与八糟这些东西 我不讲 因为我们学习画人太多了 很容易伤人 但是中国画真的太博大精神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通透构图 春夏秋冬 是吧 春天万物生发的感觉 你一定要给他画出来 是吧 为醒山 三睡醒了觉 是吧 这个夏天 为怒山 清脆与低 实际上 这个古代说法是怒山 怒放 百话怒放 这个华里呢 有些说的文气 有些说的更比较简单 秋山 这个有丰收的喜悦 是吧 这个一定要画出来 这个冬天呢 你看这个学者 他的萧条 是吧 一定要睡山 一定要把他的沉睡的感觉画出来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意境 现在很多人呢 不这么画了 千篇一略 红的山 黑的山 都这么画 这个是 已经很偏了 所以说偏了 你就出不来那个味了 出不来那个味 你就不是纯正的中国画了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出了很多的杂品画 有些人问我 值得不值得收藏 不值得收藏 尤其你要是花大价格收藏 将来会一文不值 因为什么呢 不耐看 这个更挂不住 挂不上墙 随着我们文化的回归 这个书画的正本清源 我们把这个卖儿子换猴的文化给调过来 我们依然养我们的孩子 不要那些猴 是吧 这个我们的文化发展会越来越好 这个很多人问我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讲话 从来真实不虚 我 我不会去说谎话 没什么意思 是吧 是什么呀 我会如实地给大家报道 现在的威派 好的画家的画 就是供不应求 包括我的这些作品 为什么我给大家介绍 其实有很多人在微信上 你的画车在买 好像我就有点带他不离 似的 我给不了你画 我没有那么多作品 虽然我每天也很勤奋的画画 但是呢 人的作品是有限的 我和咱们各位 唯有讲 一个画家 这些文化公司拍卖 一要要一千张 就这种量 你说 这一年也画不了一千张 这一家公司就给你包了 要一给 就是辛苦了 多长时间 完了给你一百张 说实在不行了 拿到五十张 这个大小花被拉着走 只能就做到这么一点 所以说 现在的书法家和画家 他的春天已经来了 而且价格不要卖太贵 我一直不主张 这个画家的画太贵 不要像以前那些美协推广的书籍那些那些人推广的你说几十万亿平尺 那你说人家那那你能超过仁波年你超过这个无昌或是超过很多那地方这是大画家那个东西你又没人画的好你就让手中全力这么那么招摇撞变真的是不好一定要让老百姓买的起画一个月的工资 比如说这个收入比较高的一个月一万多块钱两万块钱是吧我能买一张画是吧这个这是最好的大家都能够接受 我们齐白石那个时期后海派和这个京派那会儿荣宝斋卖画 明天这个十几块钱一张 几块钱一张 甚至说最多的有二三十块一张的无非就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或者说是平均工资都能买得了 这个今后的这个价格一定要回归到理性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让大家都能玩得起 这种环境才是风轻气正的环境一帮当官的一帮当头的呼噜呼噜他他往上加课往上加 或者连弄个圈子什么这个这个这个饭圈的文化等等的都是他们乱搞的我们不要学我们百姓玩我们百姓的是吧我们的这个收藏我们的这个画作是吧比他们好我是说过多少次了说比他们画的强都是正当的因为我们每天研究说话一年 三百六十天一下子几十年比他们画的好是吧比他们强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是吧我们不搞那些烂七八糟的这些那些什么饭圈的文化等等的我们不需要那样我们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更不需要是吧就是我们定位也不需要多少钱是吧我们就要过我们百姓的生活白石道先生 那样儿孙绕妻这种高度的农业文明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向往过得最舒服了自古平安出柴门你要把你的定位定好是吧多了多了多一些慈善是吧国家有危难的这个支持一下挺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